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 与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 23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谈 会谈持续了5个多小时 博尔顿认为会晤取得不少进展 帕特·鲁舍夫则说会晤有建设性 但应对所谓俄方干预美国选举有分歧 两人会谈后没有发布联合声明 此次会晤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7月16号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会晤后 两国首次高级别安全对话 内容涉及核不扩散 伊朗 朝鲜 军控 叙利亚和阿富汗问题等 博尔顿受访时表示 两国总统国家安全团队 可能由23号会晤开始系列会谈 这是赫尔辛基会晤唯一具体成果 旨在打通多条渠道 突破我们遇到的部分难题 博尔顿披露 他当天上午警告俄方 不要试图干预今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但俄方根本没有回应 随后的联合记者会上 博尔顿重申 美方明确表示 不会容忍俄方干预今年的选举 以准备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俄方干预 这一分歧导致双方 没有能够签署已经起草的联合声明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 告诉俄罗斯媒体 美方想在联合声明中加上 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 但拒绝承认 俄方接受了 提出还应加上美国不得干预别国事务 博尔顿团队因而放弃了 发表联合声明的想法 此外博尔顿在联合记者会上说 他与帕特鲁舍夫讨论了 加警对伊朗经济制裁 以及让伊朗势力分阶段 退出叙利亚的问题 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而双方都对同意恢复 两国部分部门之间热线 给予正面评价 另据报道 最近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 公布了美军F-15战机 在内华达沙漠上空 测试投放B-61战术核弹的 全程视频画面 为测试武器性能 F-15战机分两次 从不同高度投掷B-61核弹 第一次是在高空投掷 第二次则是在距地面 250米的低空进行投掷 虽然测试中 投掷的B-61并没有装备核弹投 但飞行员和地面人员的整个行动操作仍照实战进行 B-61系列战术核弹是美国核武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所有型号大约生产了3150枚 最新改进型为B-61-12 与此前型号相比 该型炸弹去掉了降落伞 采用能增加精度的惯性制导系统 最大当量为5万吨 因此体型更小 移动性更好 据报道 B-61-12目前已经完成F-15 F-16以及B-2的投掷测试 如果一切顺利将于2020年服役 西方军事专家认为 B-61-12将成为美国核武库中最致命的核弹 尤其是针对敌军洲际导弹发射井 地下要害掩体等重点目标 而俄罗斯方面认为 B-61-12将被用来对付俄罗斯 俄罗斯地缘政治科学院主席 康斯坦丁西乌科夫说 目前在美国与俄罗斯深度对抗的背景下 他们已经将遏制俄罗斯的战术和打击能力 作为主要任务